2月10号凌晨 女篮奥运会预选赛全部结束 东京奥运会女篮12强已经产生 随着中国女篮第9次军王奥运会 至此中国篮球已经拿到了3张奥运会门票 分别是中国女篮中国3对3男篮3对3女篮 只剩下男篮处于待定状态 在东京奥运会上 中国女篮和女子3对3篮球都有望冲击奖牌 而中国女篮在最后一个阶段预选赛表现堪称完美 不但三战三胜提前一轮拿到奥运门票 完美收官 而且还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三的西班牙 展示了自己的实力 而中国女篮第9次杀军奥运会 也成为中国第三支拿到奥运资格的篮球队 在此之前中国3对3男篮和3对3女篮 已经拿到了奥运门票 比较遗憾的是中国男篮 去年的世界背上 中国男篮聚集奥运会门票 仅有一步之遥啊 不过与波兰比赛最后失误的时刻 李男和周琪葬送了这个希望 总之呢 还是希望中国男篮尽快振作起来吧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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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ening Fadmak